2009年暑假 湖南卫视放的是当时中国最火的选秀 其中有一个印度血统的女生 因为这个buff 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谭丽娜 她的祖母是印度人 在距离南宁100多公里之外 有一个莱宾华侨农场 曾在1962年之后 接受了一批从印度回来的龟桥 以及印度桥卷 农场里边 还有一个开印度餐厅的网红大叔 拉姆·马润能 她的父亲是广东顺德人 母亲是印度人 据称她也是谭丽娜的亲戚 1962年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一部分印度华人选择在这时候回国 欢迎收看异域华裔印度片 本视频将围绕 华人为什么会出现在印度 湖北天门如何成为内陆第一桥乡 以及印度华裔经历过怎么样的浩劫 三个问题 一起来了解这个生活在14亿人口大国 印度的微型华人社区 那些近代去到印度的客家人 湖北人 广府人 山东人 江浙人 福建人的故事 印度 常被古代中国人视为西方极乐世界的所在地 东晋时期的法显 唐朝的玄奘 都曾前往这些土地 取经佛法 真正开创现有印度华裔社区的先辈 在200多年之前来到英属印度帝国首都 加尔戈达 今天加尔戈达还有印度唯一一条唐人街 有2000余人的华裔居民 18世纪 华人最早来到这片土地的原油 也充满了神话色彩 一说1770年左右 有一只途经印度的商船 在加尔戈达一带航行时 船上忽然出现了一对中国老夫妇 却又请客之间化作了木头 在场众人间木登口袋 其中有一人叫做杨大昭 他认为这是天意 于是决定上岸留下 建立土地庙来供奉土地公共 以及土地婆婆 他是广东周山唐伟人 周围人都叫他阿旧 根据记载 他是第一位定居印度加尔戈达的中国人 上任之后 经过英国人的批准 他在加尔戈达西南郊外搞浙塘业 引入了一般华人做工 他去世的比较早 也没有子嗣 于是其他华人继续打理制塘场 并把场址迁到了加尔戈达市区 作为定居印度的华人第一人 杨大昭逐渐被神格化 他在当地成为了类似城隍老爷一般保护神的存在 当地华裔称其为大伯公 会定期祭拜他的墓 而那一块区域 阿齐普尔 据说就是由他的妮称 阿旭 演变而来 根据历史资料 在大伯公阿昭去世的20年之后 该这堂场就被拍卖了 但是这已经成为了近代华人扎根印度的源头 上边提到了一个近乎神话故事的缘由 再说一个现实一点的 18世纪的加尔戈达 加尔戈达是英属印度的首府 是亚洲的繁华都会 国际商港 来往亚非欧各地的商船再次汇集 对以阿昭为代表的 有出海传统的东南沿海中国人来说 当时的加尔戈达是一个极家的绝经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 加尔戈达的华人区也逐渐壮大 到道光年间达400华人 光绪年间达1600人 1945年达2.6万人 虽然和那些更加耳熟能详 历史悠久的东南亚华人聚集地 不能够相比 但已然是一个商业 会馆 学校 报社聚全的成熟华人社区 基本形成了把控制皮业的客家人 从事木匠的广府人 还有经营牙医生意的湖北人 三大集贯群体 还有一些少数集贯 关于前两者 我们已经听过了足够多的故事 那么接下来来讲一讲 内陆第一桥乡 湖北天门 张梅扬 他是目前印度最火的华裔印度人 演员 歌手 主持人 因为参加过印度偶像第三季 闯入舞强而出道 拍过很多的印度的电影电视剧 为印第语 以人配音 他的面孔在印度注定会引起 很多观众的关注以及好奇 他出生于 甲坎德邦 丹巴德 该邦与加尔各达所在的 西蒙加拉邦比林 出生于一个牙医世家 是第三代华裔印度人 可以注意到 他的姓氏的拼携 就是旧时的国语携 Chang 比较容易辨识 而非粤语的 Jan 闽南语的 Tiu 或者客家化的 Chin 这也揭露了他的祖籍 位于中国的官话区 他的爷爷 外公 都是湖北天文人 在意大利片里提到过 最早是因为有个天文人 周树莫 他在黑龙江当巡抚 那些在本地被旱灾 洪水 人祸 折磨得实在无法过活 想外出谋生 但是穷到连下南洋的人头税 都承担不起的天文人 就从祖国最尾端打开的这个口 一路通过陆路 穿过西伯利亚 到达了欧洲 与传统上走水路出海的闽南 广府 客家 潮汕的名气相比 这条陆路 注定更加艰难 与南方中国人 多是一名单身汉 下南洋 走经山不同 天文人脱家带口 一家老小 一起出发 在到达意大利南欧洲各国之后 天文人最初 折纸花卖钱 维持生计 用他们自己的话说 只要有小孩的地方 他们就只花生意 能够活下去 在之后 天文人也摸索到了下南洋的路线 他们先从汉口出发 沿长江而下 去到上海 再坐船到厦门 广州 香港 等于南洋有密切往来的港口 最终搭上一艘艘穿越南中国海的船 小往西贡 曼谷 新加坡 昆殿等我们二叔那乡的华人聚居的南洋城市 在印尼的爪哇岛 可以说这里可以算是选择出海的这批天文人的福地 在那里 他们学到了牙医技能 说是牙医呢 其实有点点现代了 最初就是襄牙 但就是这门技艺 成为了海外天文人 代代相传 那以谋生的家伙 持久世纪末 到达欧洲的那批天文人 有些呢 又从欧洲一路辗转 路经地中海 红海 印度洋 到达了印度 斯里兰卡 缅甸等地 一部分人留了下来 一部分又继续往前 到达了新马泰的南洋之地 当年的西天取经路 其知远 知久 知南 大概也莫过如此了 在南洋的天文人之中 有一位代表人物 他是马来西亚前交通部长 劳工部长 李三春先生 在印度的天文人之中 多数从事牙医行业 即便是现在 在当演员 歌手的张梅阳 他本身呢 也是学牙医的 是一名注册牙医 第一代天文人 湘牙 一般到了第三代 都会变成专业的牙医 甚至自己开牙医门诊 说回印度 从1770年阿昭登陆 加尔各达之后 加尔各亚的华人社群 就一直在慢慢扩大 至二战期间发展到了巅峰期 包括但不仅体现在人数的增加之上 在日军占领广东之后 有百姓依托在印度的亲人 同乡逃难至此 又有大量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华侨来自避难 1941年 在印华人数量达到2.7万人 同时 加尔各达的华人习惯和职业构成 也多元了起来 比如上海人开设的洗衣业 裁缝业 盆埔发展 山东人从事丝绸买卖 新一名的到来 也带动了旧有的皮革业 木器制造业的继续发展 加尔各达设有南顺 嘉应 四溢 东安 琼崖 湖北 山东等地缘同乡会 外加加尔各达也是二战后期 中国远征军的驻地 开设了一些国民政府的办事处 现在 印度华社里面占比很大的餐饮宴 即在这一时期被带动起来 多家中文报纸同时发行 这是印度华社最热闹的一段时期 再说下华人在全印的分布 汉族华侨遍布印度的多个地区 三分之二在加尔各达 在其他地区如 孟买 阿萨姆邦 新德里 嘎伦堡 大吉里 等等已有汉族华侨分布 孟买 根据60年代台湾地区出版的印度华侨誌 孟买也有1800余的华侨 设有嘉印 四溢 江浙 沙浦 等同乡会 其中江浙人多从事洗染液 新德里 在新德里 结合资料和老华侨邱开勇的回忆说 当时新德里有236名华侨 一共50多户人家 其中半数都是广东省级 这包括了客家以及广府 另外10户来自山东 5户来自湖北 其余来自上海以及天津 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 我意外地发现 山东及华侨曾经在印度近 也有不小的份额 在50年代 一度和湖北籍人数相当 据山东省务 乔务之记载 清光续年间 只有少数的山东人来到印度 销售山东丝绸 抗战前夕 山东履印华侨人数为4000人 随着新中国成立后 和后续的印度排华 大量的山东人被迫回国 山东同乡会的主要负责人 都被驱逐出境 或许这也是今天市面上 多数资料只提到客家 以及湖北的缘故 印度的山东及华侨 主要源自于维方 阿萨姆邦 我第一次听到阿萨姆的名字 是因为小时候喝到了一款奶茶饮料 几乎与华人到达 加尔各达的同一时期 20世纪初 200名来自新加坡 以及槟城的华人查农 与英国人签订合约之后 来到阿萨姆 由于都是单身汉 于是和当地的阿萨姆人同婚 树带下来 融入了当地 阿萨姆人本是太代民族的分支 来到印东北之后 征服当地土著 建立了国家 近代被英国人征服 并入了英属印度 阿萨姆一词 本身也和仙罗 善等都是同源词 当地曾有两家华侨小学 亚三 马金华侨小学 以及西朗华侨小学 在历史上是除了加尔各达之外 唯一有一家以上华侨学校的地方 2010年 一位印度作家出版的小说 马金 他的故事背景 讲的就是阿萨姆华人 嘎伦堡 紧邻西京的嘎伦堡 自古就是印度 西基王国 布丹 中国西藏等地 往来贸易的重要驿站 1920年 云南商人马祝才 在此设立了助纪商号 他本身还不是汉人 是云南省中殿县人 今天这个地方叫香格里拉 是云南藏区的藏族 他的马帮活跃在茶马古道之上 从事长途贩运 他的生意从云南西藏一路 到达南亚 他在嘎伦堡还创办了 通行汉藏双语的中华学校 抗战期间 积极利用马帮给国内运送 国际原华物资 联合其他的巅商 带头捐款25万 购买飞机来支援国内抗战 根据资料 嘎伦堡在50年代有555名 汉族华侨 大吉岭 大吉岭离嘎伦堡不远 其实两地原先都是西晋王国的土地 割让给英国之后成为了 英属印度内部的一个特殊的自治地区 逐渐发展为了英国统治者 印度的王公富豪的度假圣地 当地只有少数的土著居民 大多都是外面搬来的英国人 印度人 尼泊尔人 孟加拉人 汉人 藏人等等 是一个民族大中路 其实呢 故似一个喜马拉雅山脉 以南版本的新加坡 顺带一提 康有为也在1901年到1902年期间 住在这里 根据一篇2017年中国驻加尔格达领事馆 走访大吉岭的新闻稿 当地华人声称 华人早在阴影时期就来此谋生 1914年建立了中华会馆 曾有华侨小学意见 他们说 当地华人最多的时候曾达到1000多人 现在只有50人左右 不过根据印度华侨制59年的统计 大吉岭只有华人150人 过去1000人指的是更早的时候 嘎伦堡以及大吉岭当中的汉族华侨 他们是同为西孟加拉邦的加尔格达华人的分支 然后据一个西藏小哥的推测 他们有可能是沿着长毛古道南下 做生意的西藏土士汉人 由于比林藏区 大吉岭 达伦堡等地在40年代之前 就有不少的藏族商人活动 其中不乏像马祝才这样的爱国华侨 来此的藏族华侨年代不同 原因不同 且不可一概而论 日子一天天过去 1947年 印度真是独立 不论是加尔格达的皮革厂主 还是阿萨姆马金的茶农 与无数生活在建立于殖民地之上的 新国家的海外华人一样 除了转变身份之外 外加吐槽印度人治理能力 还不如英国人 普通人的日子还在继续 如果说 来到西天本身 华人就经历了七七四十九难 那么在印度生活还剩下四十九难 1962年发生的事情 彻底改写了印度华人的历史 一夜之间 不论是加尔格达 嘎伦堡 还是阿萨姆邦 华人成了重视之地 先是炮制了 针对华人的外国人法 称只要父母当中 有一方是外国人者 即便本人是印度国籍 也是为外国人 然后无故将一些 华人社团 报社的领导人物 驱逐出境 又称是为了保护 印度华人的安全 他们把西蒙加拉帮 以及阿萨姆邦的部分华人 骗入了监狱 在监狱饱和之后 是牛棚 最后又被连开几天几夜 中途不停站的火车 拉去了印度 拉贾斯坦的迪奥里集中营 那里靠近印巴边境 从加尔格达过去 几乎横跨了整个印度 据说火车开了七天七夜 也有人说开了八天八夜 总之 人们不愿意太清楚地去回忆 迪奥里集中营 才是二战期间 英国人关押战俘的地方 密不透风的围墙 四周的铁丝网 让华人们逐渐意识到 面临的事情 印度人要效仿 二战期间 美国人对待日裔美国人那样 对待他们 被火车拉来的三千多个华人 按照居住地 加尔格达的华人 关在一起 嘎伦堡的关在一起 在抓阿萨姆华人的时候 最难 因为华人与阿萨姆人 普遍脱婚 难以识别 最终 凡是与华人沾点边的 全都被送上火车 而且与加尔格达 只来了一部分华人不一样 阿萨姆帮的华人 几乎全部被送了过来 甚至还包括了 华人的阿萨姆人配偶 集中营之中 还有十名藏族人 在集中营的日子 非常煎熬 有人生病 有人去世 终于熬到了战争结束 华人们可以选择留下 或者去中国 是的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 从来没有去过中国 广府人 湖北人 大多选择了 填下信息表之后 回国 在加尔格达 有皮革厂产业的客家人 则不甘心 至少要拿回自己的财产线 最后 2400人 被中国政府派出的撤侨船接回 安置在了广西 广东 云南等地的华侨农场 然后就有了马润能 有了谭琳娜 他们的故事 五年之后 最后一批华人 才从集中营当中离开 当他们回到原本的家的时候 房子已被他人霸占 祖传的银圣被他人接管 甚至有的亲人 也不知了去向 留下来从头来过 或者是离开 又成了摆在面前的选择 不容犹豫 尽管之后 印度政府对华人的管控 逐渐逐渐恢复了正常 但此时 元气已大伤的 异度华社 还是走上了 不可逆的凋零之路 从此之后 华人想方设法 陆续离开 好不容易经历了劫难 到达了西天 生活在西天的华人们 又踏上了 漫漫前路 移民去美加澳的比较多 华文学校相继关闭 逐渐变成了我们印象中 那个毫无存在感的 印度华人群体 那个在另一个人口大国 14亿海洋之中的 一粒小小的沙 2010年 辛格曾推动修订法案 若通过的话 华人们被强占的财产 有望收回 不过最终不了了之 我想起前些年 看到的一则新闻 印度选举为了 拉拢华印选民 在加尔克达首次 出现了中文标语 我不知道这样的中文标语 对于被人为 斩断中文教育的印度华社 能有几分象征性 几分实用性 尽管随着近年 一些中企的落户 新来的中国人 为印度华社 重新注入了一丝丝的活力 但1962年 永远是老华侨 挥之不去的噩梦 是华人在西天 读不完的街 如今 仍然生活在印度的 回到中国大陆的 来到港台地区的 甚至散居在全世界各地的 印度华裔们 在以他们各自的方式 想让更多的世人 知道那段 不被印度政府承认的历史 人在争取 印度政府道歉的那一天